哈囉同學,歡迎收看未來教育凱耶數學 第16題我們又回到最小功倍數 然後是標準分解式求最小功倍的提醒 這些提醒老師講過了 其實反而好算 怎麼算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老師用的版面 這一張圖表老師在第一題的時候就講過了 在演練一就講過了 那最小功倍數的口訣是什麼呢 求最小功倍數的時候 我們都有,有出現就拿 而且次方拿最大的 OK嗎? 但前提是大家都要變成標準分解式喔 有出現就拿,次方拿最大 好,所以以這一題來講 第一個答案270還沒有辦法 好,270還要再化解啦 所以270 用235,用345,用315,用35 OK,所以它等於 第一題我們把重新題目改寫一下喔 2的2,3的5乘7 再來這個叫做2乘3的3次方乘以5 好,所以老師說答案怎麼算呢? 有出現就拿,有出現2,有出現3,有出現5,有出現7 那次方要拿最大的,所以2要拿2次,3要拿5次方 7要拿5要拿1次方,7要拿1次方 OK,這就是答案 好,再來第二題 我們一樣要化解一個人喔 504,6這邊也要改一下下 所以先變成標準分解是 504,先寫在這邊 504,好,2252,再來2是126 2,63,就這樣子做而已 3,21,3,7 好,所以504是2的3次方乘3的2次方乘7 OK,這個6叫做2乘3啦 那2跟2的1次方跟2的3次方總共是2的4次方了 3的1次方跟3的2次方是3的3次方了 好,過來 有出現就拿,有出現2,3,7 次方拿最大的,所以2就拿4次方 3就拿3次方 7當然最大是1次方 OK,所以這種提醒 你只要都變成標準分解是 照著口訣就搞定